Blingling 你的包裹到了哦 你昨天啊 從全國各地下單的貨 只需要花一天半的時間就送到你家了哦 這當然不像19世紀那樣 在那時 你的郵寄包裹 可是由馬匹來投地的 當時啊 整個郵寄流程 可是需要十天之久 而且 這還不是什麼跨州郵寄的情況哦 邊疆地區的居民 就是你郵政服務的系統 他們會跳上馬 然後一路狂飆 考慮到距離有多遠 可能有數千公里之類的 所以啊 十天的郵寄時間 那可真是算快的了呢 但郵寄系統也改變了很多哦 現在呢 我們來到的20世紀 而你呢 是一名飛行員 你仍在路上 天色那是漸漸的黑了 但是呢 你仍然在數千公尺高的空中 也許你該這樣落囉 畢竟 現在你那可是什麼都看不見的啊 而且 你的燃料也快沒了 可是 如果你現在就緊急著陸的話 其實 也不知道下面會是什麼情況來著 你會進入一個陌生的區域 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會遇到什麼奇怪的事情 你的某些同事 就曾經是這麼做過的 但事後證明 這絕對不是什麼好主意來著 小心那個影子 即使你願意在能見度不高的夜晚飛行 這也不是個好主意哦 瞧 當你在飛行時 有地標可以指引你 前面那座山 看起來是很眼熟沒錯 但當你越靠近它 就變意識到自己判斷錯了 而且 天氣似乎也不會轉好 所以你停了下來 現在 你攜帶的郵件被送上了火車 所以他們可以在火車上度過今晚剩下的時間 黎明後 另一名飛行員 將帶著這些郵件 再次升空 以加快郵遞流程 整個流程所花費的時間 那可是遠遠超過了平常郵件 橫跨全國地送所需要的時間呢 人們已經在家門口等著了 他們交叉著雙臂 滿臉怒氣 這時候還沒有雷達的發明 所以聰明人開始思考的是 如果我們在地面上放一些大的箭頭 來改變一下做法的話 那麼結果會是如何呢? 因為這樣一來 飛行員就可以知道該怎麼飛了 而且 塔樓還可以作為燈塔呢? 這樣就能在夜間為飛行員導航了 而你 也不需要靠印象中的山脈 來確認自己的位置了 箭頭從紐約 一路裝設到九金山 約有1500個 塔樓本身高15公尺 而且 每10秒鐘會閃一次燈 這些箭頭本身也非常的巨大 約有15到21公尺長 被漆成亮黃色的 所以你絕對不會看漏 每隔5到8公尺 你就能看到一個箭頭的塔樓喔 在天氣好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看到遠在16公里外的塔樓 所發出的光呢? 在他們下方還有一組燈 紅色和綠色的光會閃爍出摩斯密碼 怕讓飛行員能夠確切的知道這是什麼地標 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 你的一個引擎壞了 但是 你早已為此準備好了 前方有一個著陸場 這正好適合這個情況 沿著箭頭的路線 每40公里 你就能看到一個中間著陸場 上面具有旋轉的輻射燈 儘管這不太常見 但他們比另一種類型更為強大 在120公里外 你就可以看到它 但技術不斷進步 以至於常規的航標燈變得非常的亮眼 在晴朗的天氣裡 64公里外 就能看到它 但因為如此 現在只需要每16公里蓋一座塔就行了 接著 四航道無線電出現了 飛行員現在 只需要一個無線電接收器 一副耳機和一張圖表就行了 箭頭啊 那可成為過去式了 在飛機上 飛行員可以聽音訊的信號 來判斷自己是否在軌道上 很快的 便只剩下了無線電了 你擁有了一切 導航 天氣資訊 甚至無線電塔樓信號都有 使用摩斯密碼溝通時 飛行員在聽到特定的電碼流時 會向右轉 如果聽到不同的電碼流時 則會是向左轉 平穩的聲音 意味著他們可以放心的 直直的筆直向前飛 但有時 山脈也會反射無線電信號 這會導致飛行員進入完全不同的航線 當然 這最終會導致一家飛機被困在某處 接著 Loren 這也是所謂的遠程導航系統 更有效的協調了飛行員的位置 這些監測站跨越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喔 兩個相距遙遠的站台 會同時發出信號 在另外兩個同樣發射信號的站台的協助下 你就能知道飛機的所在位置了 這是一項有四個站台的作業系統 遠程導航有個很大的缺點 那就是雷電問題 簡而言之 如果有一架飛機在風暴中 那麼它就會彷彿不存在那樣 最後一個箭頭燈塔 是到了1973年那年才關閉的 它服務了很長一段時間 但直到今天 你仍然可以看到某些當時留下的箭頭呢 它們不再被塗成亮黃色 只是巨大的混泥土箭頭那樣 而大部分在美國的某些城市 從箭時被移除了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以西有一個 它是從洛杉磯飛往鳳凰城的航路信標 如今呢,箭頭那是不見了 但是啊,無線電塔的一部分還留在那裡 儘管保存的不是很良好 加州大約有十個 其餘的則在美國各地 但現在讓我們回到這之前幾年的時間 在箭頭和無線電之前 大約是1910年左右 那個時候 飛行員只能透過銀行來進行飛行 他們會根據地標繪製航線 所以呢,當時的他們 只敢在白天飛行 而且也不敢在高海拔處飛行 然而,在1920年代 飛行員們便開始冒險在夜間飛行了 甚至飛得比以前更遠 但由於在夜晚幾乎看不到地標 所以他們開始使用天文導航 試著透過星星來判斷自己所在的位置 他們有一些工具可以協助他們 但也並不是多有效就是了 而且啊,他們還是經常迷路呢 亂流也總是讓一切變得更糟糕 因為他們看到的 會是完全不同的錯誤恒星 在那時還是沒有光污染的時代 所以天上有太多的星星 而這可使得飛行員 很容易就會在天空中迷失方向 飛機之所以可以在空中飛行 那是因為它的機翼形狀 能使空氣在機翼上方流得更快 而且,因為空氣流動得更快 所以壓力會降低 也就是說,機翼頂部的壓力 會小於機翼底部的壓力 而正也是這個差異 使得機翼和飛機能在天上飛行 觸翼則是負責能夠讓飛機轉動 當你放下機翼上的負翼時 就能上升 你抬起機翼上的負翼時 便能下降 當飛行員調整 飛機尾部的升降舵時 飛機的撫養便會使飛機能夠上下移動 放下它們 會使飛機的鼻翼下降 舉起它們 則會使飛機上升 偏航 負責讓飛機轉彎 這是舵的作用 當它轉向一邊時 飛機便會向左 或是向右移動 飛機的機頭 會與方向座朝向相同的方向 所以啊 下次當你搭客機時 你可以試著追蹤飛機的運動狀況 來判斷飛行員在執行的作業 但也不完全就只是這樣而已 因為在你前方的小駕駛艙裡 有著大量複雜的機械和系統在運作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它運作的方法的話 或許該來報名一下飛行學院囉 或許某天 你能夠飛得夠快 突破陰障呢 說到了飛行員突破陰障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說 打破飛機前方和周圍所形成的聲波來的 這是由於空氣會在飛機前方聚集和壓縮 所以呢 這會形成飛機需要突破的衝擊波 而當它突破時 便會產生非常大的噪音 就叫音爆 會這樣 這是因為氣壓的突然變化所導致的 協和式飛機 是一種商用飛機 對普通人來說 那可是超級昂貴的呢 它不僅能夠突破音障 還能以5倍於音速的速度飛行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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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